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今天跟大家分享寶可夢劍盾的最新資訊 不過這個也不算是最新資訊 因為寶可夢劍盾都快出來了 下載版的玩家可以預先下載 不過不能玩著 所以那些什麼程式的很厲害的專家 就呢,進入遊戲那裡 然後就發現到很多的新資訊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紹一部分小小的新資訊 就是有關我們的御三家 烤音後,鹽桃魚和眼淚色的 因為呢,有 的玩家就發現到他們三個進化了之後的畫像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只是分享一下他們三個進化了之後是怎樣的 之後會跟大家分享更多的 不同的加拿爾寶可夢或者新的寶可夢 那好啦,這個就是烤音後的進化了 那我覺得都蠻好的 首先呢,第一次進化呢 它就會由一支骨棍變成兩支 頭頂那塊葉都大了很多的 好像呢,之前呢 好像有玩家還發現到呢 它那支骨棍呢 是可以插在頭頂那棵草上的 那都蠻方便一下 進化到最後那個呢 就呢,超超超超超好像很噁心的 雖然呢,它很噁心的 不過呢,我想它的防禦力應該很高 所以都蠻好用的 它有呢,一個呢 進化了之後,直接呢 有一個鼓啦 那它變成圓人啦 黑了很多啦 好像很多那些頭髮 不過是草來的 那到鹽兔兒啦 我沒有估讀過呢 進化了之後呢 是好像很可愛那樣的 第一階段進化呢 它的耳朵會垂下來 然後呢 它那個呢 就好像蒙住口那樣的 那它還有那個 那塊膠布啦 由鼻子貼到頭頂的 進化到最後那個呢 更厲害啊 那個膠布呢 就變成了好像整個皇冠 類似皇冠那樣的東西啦 耳朵都垂上去啦 穿得很帥 寶可夢都終於會穿衣了 穿得很帥的 那我想它踢球應該很厲害的啦 因為呢 它這隻設計圓形呢 是用來 配合英國的運動 的踢球的 那好了 做了眼淚色 它第一階段進化呢 它就贏了很多啦 不像之前那樣 好像很shy那樣 那它應該 進化到最後呢 它應該是又瘦又高 不知道它是不是那些 蜥蜴忍者那些 好像夾河飲蛙 類似這些啦 那我想應該它可以呢 用 好像間諜那些 用手彈出去的水槍的 比較特別一點的一隻寶可夢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下個按讚和訂閱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